国庆节 国庆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中国的国庆节是10月1日。 新加坡的国庆节是8月9日。 美国的国庆节是7月4日。 因为美国在1776年7月4日独立, 所以美国的国庆节也叫独立日。 在新加坡,国庆节的时候不但很热闹, 而且很有意思, 因为新加坡的国旗是红色和白色, 所以到处都有很多红色和白色的装饰。 比如说,人们不但要穿红色和白色的衣服, 而且要在自己的家挂国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新加坡到处都是国旗。 最有意思的是, 因为新加坡人很爱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们会做特别的蛋糕。 这个蛋糕是红色和白色的国旗蛋糕。 他们也会做特别的国旗饼干, 又好看又好吃。 新加坡的国庆节有很多的庆祝活动。 比如说,你可以去总统的家看一看, 你也可以看到总统。 新加坡的总理是李显龙。 在国庆节的时候, 李显龙总理会讲话, 和大家一起庆祝国庆节, 也会和大家一起看国庆节的演出。 还会和大家一起看烟花。 烟花非常漂亮, 大家都觉得非常兴奋, 也非常刺激。 虽然国庆节的时候很热闹, 也很有意思, 但是新加坡的很多马路都不可以开车, 因为国庆节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演出, 到处都是人, 所以打车很不容易。 我非常喜欢新加坡的国庆节, 因为我最喜欢看烟花和吃国旗蛋糕。